財政預算案裡面的秘密 誰才是真正的大輸家 今天剛剛出了這個財政預算案 波叔也出了很多不同的政策 當中也有很多具有很大的爭議性 就著這個話題 我開了Yahoo財經的一段新聞 跟大家去看看 我們怎樣去分析在這個財政預算案裡頭的一個大輸家 就用Yahoo的報導 或者叫分析做一個背景 去跟大家講講平行時空的一些看法 我們看看誰是大輸家 其實挺有趣的 引文的大標題已經告訴你 財政預算案會導致有人是大輸家 先顧問內容是怎樣 其實大家已經有這樣的討論 其實挺有趣的 我們先看看燃油車主 他第一句表面上看來 預算案重點是找經濟 輸民困 但以下 卻是今次預算案之中的大輸家 他講講這個燃油車主 我首先利身 其實我自己也是燃油車的車主 但我又不覺得自己是一個大輸家的真心 他說政府為了減路面的車輛 決定將私家車車的牌照費首市登記稅等等 都大幅提高 提高了15% 以及牌照費提高了30% 他說車主向來都是捨得花錢的群 帶面的身份稅只得到1萬元 牌照費無疑增加了負擔 再者政府會在2035年或以前停止新登的燃油私家車 長遠似乎要燃油車的車主轉投電動車 以為開車隨時更貴 以及更加麻煩 這裡其實 我想我們凡事看東西都是兩面 我剛才說了 我只是燃油車的車主 但又這樣說 他加我排費 當然我不會因為這樣而開心 但與此同時 其實現在路面上有五十幾萬架車 如果加了這個排費 加了這個首市登記稅之後 其實有效地控制到路面的車輛數字的話 其實對於我來說 我又覺得 你只不過是 譬如說減少了10% 你付出了多15% 其實你買了一個匯報 即是一個使用路面狀況的匯報 其他地方 其實我作為一個小車主之外 其實市民來說都是會好 因為大家運用多了公共交通的 運輸的網絡的時候 其實路面會比較暢順一些 跟著與此同時 其實香港的空氣都會比較好一些 這些其實都是一些 可能叫做編制的好處 又或者不要減少 叫做減慢這些汽車的增加 其實都是有個好處在裡面 所以我不覺得我只是一個輸架 真心說這件事 譬如我們就說 政府說會在2035年的時候 把燃油車轉成電動車 停止這個新登記 其實不只是香港 全世界大部份國家 譬如你歐盟 都有一些減碳排放 增加電動車的設施 一些稅務上的優惠 其實絕大部份的地方 發達的國家 發達的城市都是這樣的 也不只是香港失法 它正正是要用一些經濟的手段 去令到你去做一些比較環保 或者叫做環境的經濟行為 所以更加貴和更加麻煩 本身就是一件合理的事情 對於普羅大眾來說 這件事應該是好事 然後我們又再說第二件事 小股民就是因為 股票印花稅加了三成 由0.1%加到0.13% 港交所的小股民 就是躺著20中槍 就是這樣 同一時間他就說 由於政府派錢而改派消費券 即是拒絕派錢 改派消費券 倒絕了市民 就像美國散湖一樣 可以使用救濟金入市 變相令到股民白白 變相令到股市白白 失去了3600億的潛在熱錢 我想他的意思就是 如果這5000元是派給那720萬人 都是派了360億出去的話 這些人如果 好像美國這樣可以 拿來買股票 即是貨幣 所以會有360億熱錢 就可以流入股市裏面 首先其實這些是一些 很奇怪的指向性 或者指導性的說法 因為 我們大家都知道 凡事真的是兩面 我先當真是360億 去買股票先 其實今天的成交都三千多億 即是不夠你一天的成交的百分之十 所以這個所謂的熱錢的說法 似乎就 不是很講得過去 OK 第二樣東西就是 即是 當這個熱錢 真的可能會 即是 少少這樣 一天半天 或一個星期炒高的市 但是 如果本身他沒有這個熱錢 去炒高的市 不是就是對於那個經濟 或者資本市場 更加穩定的一個政策 來的嗎 即是我扒爆頭 我都想不到 其實 即是 這個小編究竟是在想說些什麼 跟著呢 我們就 接著就看了 他説18歲以下的市民 在預算案出爐之後 即將 隨即有家庭主婦上網 老戚才爺忽視小朋友的開支 認為政府不知所謂 五千元消費券 為什麼沒有份 即是主婦質疑 才爺為什麼覺得18歲以下 就不用消費 那 那 我會覺得這個 就是 很厲害的 即是 如果 我這樣說 如果你是一個普通的 普羅大眾的 主婦這樣說 那我覺得OK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 就是 報章 或者媒體去做一些 分析或者分享 那似乎我覺得有點熱鬧 OK 那 其實 但凡任何一個政策 你都要劃界和劃線 就是 你不可能不劃的 譬如說 我們登記做選民 18歲 可能選行政長官 是否好像四十歲以上 類似是這樣 那 即是 但凡任何的事情 其實我們都會有一些條件 還有一些門檻 就是 政府設定出來 就不是說 18歲以下不用消費 你可以說 隨便設定也好 沒有理據設定也好 什麼都好 那 其實 好明顯就不是說 18歲以下不用消費 那 而是 我相信 如果以消費券的形式去派的話 那 18歲以下的人 其實你說 應該是由大人來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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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管 或者其他 我覺得都合理一點 還有 其實 之前派錢都是派18歲以上 都沒有派18歲以下 所以 這個 我又看不到 有些特別大的 說服力 他們是 大書家 然後說到獎借 就是 銀式債券的年齡 由65歲降到60歲 政府說的理由 就是 銀債受市場歡迎 但是 沒有說增長者 會不會增加 這個認救的難度 什麼叫增長者 就是 65歲以上的 就是叫增長者 增加 認救的難度 就是 略這樣的意思 因為多了 60至65歲的人 可以買 再加上 不少獎借 未必懂得用電子貨幣 電子消費券 更加未必會用 變相 就拿來搞 嗯 就是 我也不太懂 留言 就是 剛剛說了兩三樣 這樣的報導的時候 但是 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 對的 你說 他說 他叫做增長者 65歲以上 我假設 65歲以上 才叫做增長者 那 我不知道 60到65歲 怎樣叫做假長者 還是偽長者 還是半長者 但是 但是 如果 你看 那個 就是 那個 文字裡面 來講 什麼叫做 長者 首先我們要有些 definition 其實就是 之前我們的分享都講過 其實在一個 略的地方 譬如 以日本為例 七十歲才是長者 六十五歲以上 上班的人 其實日本有百分之三十 香港百分之十幾 所以 其實每一個國家 其實 退休年齡 或者長者的定義 都有少少少出入 所以 本身 我覺得 是 有些 叫做 可變的空間 在裡面 再加上 其實 好像 我不肯定 有 支付寶 Alipay 還有 這個 八達通 都是電子支付 女頭 可以計及的 所以 我想如果長者連八達通 都不會用的話 其實都更加拿來搞 很多東西都 當年搞八達通 也是拿來搞 然後 有 戶口卡 就是櫃圓機 也是拿來搞 因為當年的長者 沒理由懂得用櫃圓機 又拿來搞 變相 就罰他們排隊 然後 就減少 這個 counter的服務 這些全部都是拿來搞 如果這樣說的話 所有東西都是拿來搞 但凡 那些技術的東西 全部都是拿來搞 因為 長者就變相 濕化了 其實就是 如果用這個概念來講 就應該是這樣 是不是 跟著就再說 業主整份預算案裡面 業主沒有甜頭之餘 還說可以檢討 這個猜項的制度 由業主負責交猜項 意味包猜項 不會再賣點 再加上 東九龍區五福商業用地 改劃作住宅用途 大幅增加供應 亦由啟德發展區商業用地 減少 放棄 起動東九龍無二 早年附近插曬旗的業主 可能要問財爺怎麼算好 其實都挺有趣的 增加供應 就說打擊樓價 那業主就不好 令到他們不好 如果不增加供應 就令到小市民或普羅大眾 還沒買樓還沒上車的年輕人 就不好 其實我想 這個焦點應該倒轉 就是這樣說 就是現在的供應 是不是合適 我覺得這件事 反而是 你應該要說的 對吧 對於業主來說 你想想想 真心的 如果我現在有一層 一千萬樓 是我的業主 那我當 這個預算朗 對我沒有什麼甜頭 還有一個包猜響 然後就 就 取消了以前的 啟動東九龍的計劃 那就 增加了房屋的供應 那你就搞到 那層樓就沒那麼值錢 可能或者叫做 打擊到少少 該區的樓價 那如果不打擊到之後 經濟差的時候 再想回 其實我又買不到的話 其實都是一樣的道理 其實我想 但凡 一個政府要做的 role 其實不是去 哪一邊是 做得很 突然之間 有很大的增長 或者哪一邊突然之間 有很多的失誤 方方面面 每一邊都審少少下去 大家都照顧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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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有些走得太快 我們又打擊一下 或者叫做 勒一勒他 那這個其實就是政府的 role 所以其實 他但凡推出任何的政策都好 基本上 你都可以說 一定是有 所謂的大輸家 但是 如果我們作為一個 普通的 正常的香港市民 那 其實我剛才說 我也是一個 汽油車的車主 如果他可以有效 令到那個路面的腸通 或者擠塞的狀況 是減少 或者擠塞的狀況 不要惡化得那麼快 那對於我來說 交多了一點點的牌費 我覺得 要有low harm 所以其實很多東西 我們就 就是不應該只看兩面 然後再說 就看小店 他們說 往日政府派錢 小店和大長團連鎖店 同樣都受惠 但是改用了消費券之後 行政成本巨大 小店未必可以吸納消費力 再加上 消費券的詳情未公佈 有只可能會用八達通發放 沒有安裝八達通店的小店 就幾乎是不能夠受惠 數落原來這次份預算案 有那麼多輸家 真的挺有趣的 我先說剛才那個小店 就是說沒有八達通 可能就不能夠受惠 這個可能也真的是 但是 本身就是用消費券這件事的話 原本我派錢 我想很多人都喜歡派錢 派錢你可以不用 不用的時候 其實小店更加沒有好處 大財團也沒有好處 小店也沒有好處 是不是 但是如果我是派消費券的話 起碼一件事就是 你不用不行 你不用你就蝕 所以在這個角度來說 你很快便會慕了 的而確 那個無八達通的第一 FEMA turn 的競爭力也沒有嘗大的 最大 但是同時 亦都 反過來 假設我天一家長大小 出郵去便要用二千元 一家四口 如果我一家四口會很二千 那麼我會有兩份消費券 我會有兩份消費券 我只有兩個大人、兩個小孩 我有借離一份消費券 我會使用二千元 其實基本上我這裏碰到百特通 跟第二裏碰不到百特通 那我就會付錢或者我還付回貨幣卡 但我知道我這張百特通可以 由一千元的消費額到 只不過是不同的付款方式 其實一樣你都會受惠到 只不過是沒那麼直接之餘 可能的範疇是沒那麼大 所以這件事本身我又會覺得 並不是不能受惠 只不過是你受惠的程度上是沒那麼高 而且又好像剛才所說 派消費券是可以令到你即刻消費 就不會像其他地方或者好像過去 派完錢之後 人們存在在那裏又不用錢 對經濟來說本身的作用就沒那麼大 最後這個小編就說了 數落原來這次的預算案有這麼多書家 如果你有講交水、有燃油的賓士 上有高堂、下有小朋友 你覺得預算案幫不幫到你呢 難怪有市民說 不如政府派五千元馬匯券 至少多個希望 我自己的真心這麼說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預算案幫到我 我亦都沒有評論自己是個書家 但你說預算案是否很好呢 我真心覺得 以現在經濟環境來說 他幫到的當然不多 也不算特別好 但你說他是不是這麼邪惡 這麼妖魔 這麼低能 這麼弱智 真心我覺得不是 也是 就算剛才所列出一大堆的書家 也好 其實你只不過是 以偏概全 你喜歡說東不說西 明明整幅圖畫有東西兩邊 你只要說他不好的 其實都沒有辦法 不過我亦都倒進去這麼說 真心沒有辦法 因為現在香港人 是喜歡看這類型的分析 喜歡 victimize 自己 都是那句 我重申 政府並不是什麼好的東西 但是我們的媒體 可能是更壞的東西 最後回應主題醒大家兩句 到底什麼人是真正的大書家 就是經常都覺得自己是大書家的人 最後就會成為大書家 喜歡你剛才的分享 又或者你對環球的地緣政治 經濟投資等的話題有興趣的話 可以登入我們的patreon 裡面有更多的文章 影片 一些很長的live sharing 甚至可以參加我們WhatsApp的討論群組 都會對大家認識這個世界 經濟活動和投資市場 會有莫大的幫助 下一集再見 平衡時空 萬赤高空 正經融通 投資輕鬆